你在点这个 因为它会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尽量在点这个的时候 人尽量不要离它远一点 如果是密闭空间的话 你可以点完之后你人再进去 所以尽量在点的时候 人不要在里面 好 所以然后另外就是 市售的防蚊液 那这个部分我就要请教一下达人了 我们在选防蚊液的时候 到底要选什么样的防蚊液 比较不会伤皮肤 尤其是小朋友 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防蚊液 强调防蚊效果的防蚊液 都含有这个D1T 那D1T这种东西呢 在美国这个环保水经规定说 这个是含有药性的成分 它被归类在这个环境的用药 一般来讲呢 是不太适合用在人体的皮肤上 因为它很容易产生毒性 也很容易严重一点的话 小朋友中毒的话 会昏眩啊 会这个抽搐都有可能会发生 那很严重耶 对 很严重 所以我们要选天然精油制成的吗 对 天然精油的防蚊液 比如说含有柠檬香茅的 含有这个茶树的都可以 在你前面摆的这些植物 是不是就是这些 这个叫香茅啊 这个是薰衣草 这个是澳洲的茶树 这个是香茅 这个香茅就是泰国菜里面 常常加的香茅 对 而且这香茅 你摺一点点下来 你闻一闻就有香茅的味道 所以就是我们吃的 泰国菜里面的香茅 它有防蚊的作用 对 对 对 所以泰国菜的餐厅应该都没有蚊子吧 可是这个是实用的话 因为真正要来防蚊效果的话 还是要把它提炼成精油 才有这个效果 所以光是香茅放在那边的话 不见得有效果 对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家里面种香茅 种茶树的话 这样子可以驱蚊吗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对 因为有的时候在外面花店 它就有卖这个小小的树 说这可以驱蚊 所以应该是没有这个效果 还是要把它摧取成精油 它有一定的浓度之后 它才可以有防蚊的效果 那我们要怎么样选择呢 其实有很多精油都标榜说 有茶树 有香茅 还有薰衣草 要怎么样来选择 其实我觉得闻味道是最快的方式 但是有一些精油 有一些它们添加的精油 但是有些是香精 那添加精油的那种防蚊 你闻起来你会人不会感到觉得 昏炫或是觉得它很腻的味道 所以闻得出来 闻得出来 这个就是用天然的柠檬香茅 那我们来查查看的话 所以它闻起来的味道 就跟香精是不一样 对 就跟你 你种的这个植物的那个柠檬香茅味道 非常的香精 来 很香耶 对 我想吃太菩菜了 香茅味道 它里面的柠檬香茅精油 就是这个萃取来的 萃取出来的 对 所以这个的话 平常擦在身上它就可以防蚊 对不对 而且天然的比较不会伤害皮肤 小朋友也可以擦 是是 那什么样的呢 是不能够擦防蚊液的 防蚊液一般来讲 因为防蚊液的里面含这个柠檬香茅 香茅精油 它里面会含一些这个脏脑 会有一些龙脑成分 尤其是薰衣草 有一些不同的品种 会有一些脏脑成分 那这些脏脑成分 其实非常不适合 这个蚕豆症的小朋友 它很容易造成 它这个溶血啊 这部分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人 是的确不能擦的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们自己要在家里面做的话 可以做得到吗 我们要怎么样提炼 在家里要提炼精油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有一些问题 因为可能空气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那你提炼出来精油 可能很容易产生一些大肠杆菌 尤其在这种天气之下 所以还是要找专业的啦 那专业的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罗医师 中药是不是也可以做防蚊液 像古代的人的话也有蚊子啊 对啊 古代没有蚊帐 那怎么办 怎么做防蚊液 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植物 像我们达人提到这种香茅类 里面很多纯泉类 对这种驱蚊有作用 而且它也没有这种代仪妥啊 第一ET的成分嘛 那我们它里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个就是 天然本草的外用 这叫驱蚊液 防蚊液 它里面材料就是有这个仓竹啦 防蜂 那就香茅是主要的 然后这叫青银花啦 橙皮 然后这个叫做薄荷 那这把它大概等量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弄成这样 一瓶的叫防蚊液 那把它我们也可以这样喷起来 那味道也是很香的 这很中药味耶 对其实我会说这有没有用 其实对其实我们做过 对蚊子的部分 蚊子一样不会叮咬你 而且蛮好的 而且这可以接触皮肤 没有刺激性 对什么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啦 或是你有缠斗症的 这病史的家族史的 都不会什么副作用 所以这是中药的防蚊液 对那其实我本身 五人的智慧就对了 对在夏天来的时候 我平常都带一些香囊包 就用这些中药材的 放在身上 你看我现在都要带 所以有效果吗 我觉得还不错啊 当然出去外面还是要注意 有没有蚊虫叮咬啦 也这样放